台并驳回了 总统刚刚在台南浮雪时做出回应 他很兴奋地说政府赢了 深远总统是在台南替党内立委签选人 驻蒋石在台上 他主动的回应这件事情 也强调教育部推动中正纪念堂更名 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 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做出的裁定 驳回台北市政府的申请 原因是市府本来就有古籍管理维护的权责 根本不需要申请假处分 至于古籍的管理权到底在谁手上呢 法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裁示 我们这里带你来看到是政治方面 我们所掌握的独家消息 民党总统参选谢长廷 他打出的决战中台湾 并不只是喊一喊的口号 谢长廷真的在中台湾也要落地生根了 谢长廷目前是很低调的 在台中市文心路 租下了两房一厅的小公寓 做他的秘密基地 最近22天当中有18天下乡台中 下九年动选 下九年动选 跟场跑床 关心基层 决战中台湾嘛 最近22天除了星期三中场会 得回台北 向天天天都在中张头 啪啪燥 笑说自己不像马英九一样 需要龙斯队投诉民众家里 营造本土角色扮演 那么他到底落脚在哪 我其实是住在台中市 这一阵里都住在台中市 那不是住旅馆 就是住一个房子 这里是文心路一段 许台中市南屯区 向天天就在这 选定决战中台湾的秘密小公寓 没错 有别于马英九 冷冷冷的高雄租 只闻楼梯响 向天其实早就悄悄 在台中市租下简单的小公寓 因为住饭店 一晚少说3000块 20天就要60000块 不过租房子 两房一厅 租金1万5 算下来不只省钱 更贴近基层 而且连老婆游方芝 也悄悄进度大台中 抢排队 抢握手 抢拍照 游方芝开始拼了啦 民进党女性的选票 一直是有在努力的 给予 蛮有很多女性粉 那反正就是继续加油的地方 该怎么样就是好好的努力 人民也给我很多正面的回应 我们在中中张头的民调 有上升了7.5% 夫妻同心 听下去22天来了18天 中台湾民调上升7.8% 向庭期待黄金交叉点的内客 体别新闻 高知后林上君台中报道 其实不管蓝绿的总统参选 都是在全台湾各地走 透透的来博感情 我们刚看到了谢长廷 他在台中有了基地之外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 马英九 最近也是在全台湾 Long Stay 夜宿民宅 跟这些民众近距离的接触 效果是如何的呢 根据马英九的阵营 来评估几个月下来的成效很惊人的 不只吸引蓝军的铁票 靠着街坊邻里的宣传 还可以影响浅绿的亲友 算一算 每夜宿一个家庭 至少多吸引200票 亲戚朋友猝鼻贝贝 通通跑来了 不管和民宅主人是不是朋友 马英九夜宿民宅 每一次都成为签名会场 这可大大激励马团队 认为夜宿选民家 一个晚上可以多200张选票 那么像现在平原的地方 好多邻居左右 还有他的这个亲戚朋友都来了 然后看他们的脸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兴奋 男的邻居左右也不一定是男的 他的亲戚朋友也不一定是男的 很随和地住在人家家里面 跟大家很亲切地聊天 这种力量感染的力量很大 算一算 马英九已经住了75户民宅 如果真能有200票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000票 拉票 雇票的效果 幕僚说 数字看起来不多 却是一点一滴累积 必要时对关键族群可能发挥影响力 像是马英九在11月7号 住进228遗族廖继兵家中 透过电视画面就起了小小的变化 马英九就这么一路要借助到总统大选投票日前 不住豪宅 住中低阶层的民众家里 感受真实人生 用诚意开拓 选票支持 新闻 叶聪宏 蒋主委 台北报道 对于中油的加盟加油站 横加爆发了加甲油 也就是油品的诈欺事件 中油到底该负多少责任呢 民营党的立委找来中油代表来质问 为什么早早发现问题 拖了四个月被媒体踢爆之后才做出处理 而中油的代表非常的低调 强调试着向消费者来解释 也保证会来求偿 不过立委们更关心的是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民意代表来介入官说 已经过了记者会时间 中油副执行长才硬着头皮上阵 忽然立委没给他好脸色 你说十月问题我已经处理了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停止公有 为什么要到今天 今天已经11月底了 这个慢着好几拍 已经赚了200多亿了 可是消费者的权益 有没有受到照顾 我们如果全力有受到损害 我们公司会协助消费者来对家 这一家家的战益 这是如果吗 这已经受到损害了 怎么会是如果呢 为什么不是十月份就停止公有 可是要看到现在 重点就是这个吧 民意党立委一字排开中油副执行长 颜色铁青 色素的独自坐在这一角 需要替民众求偿 但中油明明十月就发现有问题 为什么还继续给油 我想主要还是我们考虑到公平交易法里面 对公油上也就是对油 不能够再扯公平交易法 他既然我以为你已经停止公有了 这个还要扯公平交易法 中油代表试图解释 不过立委显然是不在此 他们想追问的是 背后到底有没有政治人物 伸出黑手 将近两个月的期间 为什么你们不敢公布 为什么遇到事情 你们中油要默默承受 背后受到什么政治压力 还是说 你们看到上面挂了马英九的照片 就不敢去查了 像说白狗很强的啊 你不了解 所以你刚凭什么说 没有任何人的关说 你凭什么说这句话 长达半个小时 记者会中油副执行长如坐针毡 立委则是抓紧金会见缝擦针 利用民生议题追打政治问题 约约新闻 钟德荣 陈荣林威龙 台北报道 对于卖假油的事件 中油危机处理的方式 引起非常多的批评 连中油董事长潘文言 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1月7月份就收到了检举 但是事隔4个月 才因为外界媒体的揭露 展开了追查 事件爆发之后 中油放映的反应呢 是很慢的 总是在媒体之后 要要求中油说明 才给若干的说法 连现在去拆对方的 中油加盟标志 都破了一鼻子的回 假油事件动摇了民众 对中油这块金字招牌的信心 中油在整个事件的处理 似乎总是比媒体镜头晚了一步 直击空荡荡的中油大楼 看似风平浪静 其实办公室内早已风起云涌 董事长潘文言对此震怒 已经把主管统统痛斥一顿 当然要生气 中油早在7月份早就知情 客户申诉部门接获通报 有车主反应 汽油里参有假存 这个3这个2这个1 工研院人员才一样化验 知情不报的中油 被媒体逼着要名单 才展开查气动作 证实油油问题 这个4个还是 中油或是对不起消费的地方 我们会改善 中期事件拖了4个多月 终于在媒体前出面道歉 但是没有第一时间 公布问题优航名单 简直是帮凶 至而不报已经够离谱 还继续卖油 更是不可原谅 中油不可以推给加盟加油站 因为消费者到中油相关的招牌 相关的加油站去加油 是信任中油这块招牌 中油一连串被媒体追着跑的处置行动 连断油拆招牌也慢半拍 如今受害民众不计其数 中油还只愿意协助民众求偿 国营事业中油 无疑是把民众最基本的信任 踩在脚底下 TVBS新闻于姓汉朱永为台北报道 黑色这边象征对手 民进党的苏正清 从一鸣枪就一面倒 结果当然是红军大胜 蔡豪准备了行动局 暗指对手贪腐 来站台的马英九炮火也很猛 对象是陈总统 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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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 差不多说13回14回 但是你看 我看拚一拚一拚 都是拚一拚的经济 不是拚我们台湾的经济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国民党上上下下口径一致 就是对准了绿营的弊案开刀 TVBS新闻 庄盛雄 SNG小组 评论报道 总统陈水扁晚间在张化为立委候选人站台时 又遭到民众呛杀 一名男子手拿贴着五尺等字样的气球 跟一叠发票丢向台上的陈总统 而这名男子立刻被警方带走 总统陈水扁跟立委候选人高呼口号 完全没注意到脚边这个贴着五尺等字的红色大气球 还有台前地面散落的一堆发票 这都是一名陈姓男子当面呛瞎丢出来的 陈姓男子立刻被安全人员带离现场 他说气球跟发票是要送给陈水扁的 他说提发票提供他更多的发票这样子而已 球上面也是表达我的意见 上面有贴质 上面贴什么 五尺还有针件 五是无熟针的五 针是无熟针的针 陈姓男子在绿色阵营的造势场合 向陈水扁丢直气球跟发票呛瞎引来群众不满 警方迅速把人带走 没有爆发冲突场面 前一战遭民众丢气球发票呛瞎 陈总统到了第二个造势场合 继续讨党产 语气不但越来越高亢 还不自觉把国民党的广告预算 灌水好几倍 陈总统说国民党一支广告要花一两千亿 这样的天文数字 不知道是口误 还是为了吸选票 把台下的选民当外行 陈总统离开造势场合时 走入群众 场面险些失控 还有小女生被挤得大哭 陈总统这一晚的浮选行程 状况不断 特别新闻 黄志伟 张哲伟 SNG小组 张华报道 中韩大战 台湾之外 王建民特地赶到台中洲际棒球场 帮中华队加油 他在赛前 进入球员 投票 投开票进行的程序 他没有呈现 所以他的规定 是依法 无效 中央既是强悍 不过遇到这个问题 中选会却硬不此来 依法来说的话 那到底这个票 投下去的票是有效还是无效 依法已经有法 我只能说 我刚刚说有疑议 如果是认定 认定是无效的话 是有疑议 中水会答的温吞 没提换主委 或接管选物等强硬手段 分分据了解 行政院正在思考 是单点突破新策略 也就是看准地方需要资源 又担心选物复杂 无法掌控的弱点 打算分别收编蓝军执政县市 全中瞄准的包括基隆市 宜兰县 新竹市 嘉义市 泰东县 挺一阶段 中央一天一新招 从全面开战到各个急迫 打起心理战 劣解泛蓝 这位新闻似乎报道 是账战的账战 这大选绑公投的选务争议 总统跟吕副总统的谈话 似乎出现了一些矛盾 我们来看一下 陈总统他说 2004年采取两阶段 造成了选民不敢领公投的票 遭到严重的歧视 不过吕副总统没多久之后却说 现在有人讲话是太违言耸听了 曾总统举2004年公投版大选为例 强调一阶段领票 严重侵犯了投票权 这样的规定不但涉嫌违反秘密投票 更是助渡性的歧视 跟公然的心理威吓 这一种对基本人权的变相迫害 总统还举美国跟南非黑人人权为例 强调投票权是基本人权 讲得这么严重 但副总统却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就没有那么严重啦 大家好好坐下来谈就对啦 今天台湾的民主 连投这样两张票都不会投嘛 开玩笑 不要不要 真的太多人是为言耸天的 副总统还举自己亲身的例子 说2004年 他也没有照着中选会当时的规定领投票 就是一次给两张嘛 进到票轨同时 就是总统跟公投一起投完以后 再分别投 所以就是在2004年 都已经实施一阶段了 有什么困难 他会批到这个方法或是当时违背 当时就会不会 我不知道 副总统的快人快语 恐怕又会吓坏很多人 我一定要注意 副总统这一段话的核心价值 是希望蓝绿坐下来好好谈 有大和解的思维 当他举的例子 可能会冲击民进党 现在立拱的一阶段领票主张 这副总统特有的幽默跟见解 绿营不知道领不领情 居信陈尹伟 萧州 台北报道 搭个火车怎么会变成植物人呢 有位82岁的老先生 他是搭举光号 但没有想到被摔出了车外 趴在铁轨上面送医之后 生命垂危 家属质疑的是 这老先生可能去上厕所的时候 门没有关 而且车子摇晃太厉害 人就这样被甩了出去 一整天眼见家户病房的父亲 丝毫没有好转迹象 家属哭红眼眶 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父亲 已经不能再醒过来了 到现在还没有清醒 那医生也不敢跟我们保证 说他会不会再清醒 好好的人只因为搭火车 如今却在跟死神搏斗 82岁的余老先生 原本拉承27号上午44次取关号 从新竹到台北荣总拿药 没想到却被人发现在铁轨上陷入昏迷 推测是他起来上厕所 因为车门老旧 门没有办法关 门没有办法关 再加上那个地方 然后再加上那个地方 有一个转接点 就是有一种弯路 又要转接 他就这样子 会摇晃 会摇晃 家属器犯现场人员 竟然先照了十几张照片 才把人送一急救 而根据板桥站长说法 当时碰触于老先生时 右眼还有反应 然而一路拖延到荣总 老先生已经瞳孔放大 把我父亲好像当模特儿一样 在那边照 不去救人 还得跟公路警察 那个铁路警察说 我父亲可能喝醉酒了 我父亲从家里出发 早上八点多 他喝什么酒啊 难道出了事情 就要推给人家是喝酒 人家的错 人家的错 有没有检讨过自己 于老先生曾经担任 国民党苗栗县新竹市 和新竹县的党部主委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国民党顾问 四十多年党务生涯 连搭火车都是因为爱国倾诉 我先生经常讲一句话 喜欢坐火车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国营事业 他经常讲赚钱要给国家赚 不要给私人赚 如今老先生昏迷指数三 医院发出病危通知 要家属有心理准备 如果救回来 也可能变成植物人 好好的买票搭火车 却性命垂危 家属心痛要抬铁 还个公道 TV视频宇星汉昌昌明 他也报道 就是一扇老旧的折列车门 让这位老先生 有可能摔成植物人 我们的记者就持续来追踪发现 这个列车出了板桥站之后 会经过换轨用的转撤器 也就是会有两次 比较大的一个甩力 如果乘客在现场 没有站稳的话 确实有可能会被甩出去 而更夸张的是 案发之后 接着是有两班的列车 经过这个意外的地点 但都没有发现 所以老先生就这样趴在铁轨旁边 超过了40分钟 于老先生就是搭乘 举光号的这款同行车 当时他坐在三车26号的位置 为什么会被摔落铁轨受伤呢 铁路警察研判 他是因为在上厕所的途中 被摔出车门 搭上同样的北上44号车次 TVBS重回现场追踪 被摔落铁轨的于老先生 究竟在这辆老主光的折叠门边 发生什么事 折叠车门老旧呢 最容易发生的危险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在车辆转弯过轨 甩动力太大的状况之下呢 这个车门很容易被甩开或打开 而让民旧呢 就只摔落车外 这样的案例已经不止一致 根据台铁解释 危险的外甩力 会在出了板桥站外100公尺出现 列车经过第二个转车器 还会再震一次 是正常现象 但车速不会高于40公里 对照于老先生 被摔落在站外500公尺 趴握在铁轨边 头部距离车轮不到50公分 外甩力惹祸 吻合性相当高 折叠门没关已经够危险 台铁危机处理却慢了好几拍 44号车次离站后 于老先生摔伤 途中两班列车经过 竟然都没发现 一直到第三班自强号出站 才通报 重伤的于老先生 就被晾在铁轨旁 44分钟 没人理 偷了快三小时 才被送到荣总 折叠门老就容易被甩开 要关也不容易 目前台铁包括 举光复兴跟EMU100型 还有480多辆列车 都有同样毛病 要全部换掉 最快得等到后年 但问题是 保障乘客的性命安全 可以等到后年吗 其他社会教练 我们继续来看 台北警方破了一个诈骗集团 不过这内容倒是相当的特别 因为这个主席呢 先跑到了对岸大陆 去上课取经 然后学了很多诈骗手法之后 回到台中 开了一家诈骗补习班 他规定所有的学员 必须要熟读各种的心理书籍 包括相当知名的刘庸 他的散文以诈指诈 这本书也成了这些歹徒必读的教科书 台湾知名作家刘庸的作品 居然成了诈骗集团的教材 不止如此 1200字的稿纸都是诈骗补习班里 学生的随堂考测验址 而要考的科目 除了这本刘庸的以诈指诈 还有这本职场系列工序书 做人要有心机 翻开内文 要学的正式 最上功夫 远到大陆学习诈术 走在最前头的就是赖信诈骗讲师 在台中设立诈骗补习班 一个月一起 精英政策只教两名学生 他最常用的手法 就是在报上刊登借钱广告 却要求被害人先汇款支付手续费 比如从法院强制公文费 到税金 履约 保证金等等 统统有 诈骗金额超过数千万元 而为了怕学生学艺不经 被起疑的民众问倒 赖信主席还制作交战手册 若遇上民众询问 可否亲自到公司借款 就回答 汇款才会有交易记录 比较有保障 其实用的都是人头账户 不过嫌犯千算万算 心理战术骗得了民众 却骗不了警方 翻到书本最后一页 聪明反被聪明误 现在看来格外有道理 台北市有户人家 他们的大门好几次呢 所被灌满了三秒交 包括家里头的摩托车 还有汽车 通通也同样是惨遭毒手 结果这屋主后来 调了监视画面一看 真的傻眼了 这嫌犯不是外人 是他的岳父 凌晨两点多 巷子停下一辆发财车 穿米色衣服的男子 撑把伞 遮头遮脸 只见他站在一扇大门前 手里拿着三秒交 直接灌进钥匙洞里 然后匆匆离去 前后花不到一分钟时间 尽管男子可以掩人耳目 但屋主还是一眼就震出来 是他的岳父 他就踢到你整个都满出来 然后我们就正好换 整个钥匙孔都换掉 就是故意要捣乱你 让你生活不得安宁这样子 做女儿的话说得很无奈 因为不只有住家大门 三天两头被封住 还有摩托车和营业用的 计程车通通都遭殃 虽然换锁头是小钱 但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按铃控告 为了要保护 毕竟我的公公婆婆 我的小孩 毕竟要保护他们 我们不希望他们受骚扰 没有人希望这样对自己的父亲 应该他们可以了解 我这个手段应该是 一种兼顾性的利益 不是这么破坏 外面对人犯的解采 其实这名三秒交账人 来头不小 民国九十年到九十一年之间 在台北县撕尿米酒 很多人称 可能有时候损失 表示一下中油公司 很大的歉意 不停说自己处置不当 但这样的说法 丝毫没有说服力 更无法解除民众的中种疑惑 因为我们也跟他 在进行法律诉讼 在判决没有决定之前 万一又公布了他 如果官司他胜诉了 他会申请国家赔偿法 说担心对方申请国赔 难道民众健康和车辆安全 就不在中油考量内吗 我可以停止 这个照合约共有给他 但是他拿现款到 我的营业处去买油 他致付运费 在这个公平交易法 这个寡占市场上 我们不能停止他 说肯家是拿现金来买 只是载油的 不还是中油的油车吗 载油是他的所有权 我们要进去拆的时候 就受到他强烈的阻扰 我们就没有办法拆了 希望你十天之内自动拆除 不然我就要拆取法律行动 只是为何宽宪提到了 却还不见中油作为 然而答案更可笑 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奉公手法的 他能自动拆除 或者同意我们去拆 奉公手法又怎么会在油里加甲醇 而提到责任归属 中油更是推得一干二净 一切都是横加的错 遭到不行的危机处理 但中油却只有这一句 虽然中油表示准备修法 以后有类似事件 绝对立即公布加油站 而对横加也不再卖油 并且签订午夜前拆除招牌 然而一切动作只是亡羊补牢 怎么解释民众难以理解 只能说老字号的国营事业 肥了自己苦了他人 TVC的陈旭月张明 台北报道 听到刚才中油为了这件事情 说了三个字 对不起 然后再外加三个字会改善 这样就够了吗 中油有没有责任 必须要把是不是单英事件 或者是还有其他加油站 同样卖的这个餐的甲醇的油 给全部公布出来呢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中油必须有义务要给说清楚 那么中油方面也要求 这个加盟店的业者 在12点以前 就是现在的此时此刻 必须要把中油的标志给拆掉 不过晚上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这招牌还没有拆之前呢 画面上这个老板娘 她就先开了一场记者会 她除了否认卖假油之外 还反咬中油是每一次 送油来的时候 都没有留底取样 所以把这个错误 全部推还给中油 走了一天一夜 听到中油准备来拆电招牌 老板娘终于忍不住气 我卸油的地方是在正前方 前面很多车子在经过 我怎么可能自己来作假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开了八年加油站 老板娘说从没作弊 单位和汽油会验出甲醇成分 她怀疑是中油出包 而且是历史重演 两年前 她就曾经在我的关系企业 和那个伟立新业的 离港土库加油站 就有用处理会机油之后的油罐车 载了95的油 到我的加油站去卸油 结果还好是那个附近的人拿了一个塑胶筒来买油 我们才发现里面的油都是污 那个是那个污浊的 把这一段过节浮上台面 老板娘越说越生气 她都是便宜行事 整个全台湾省都没有流氧 台所都有做 为什么终于做不到 她在怕什么 老板娘将所有过错推得一干二净 但计划员下午重回油槽采样时 就发现油槽的加油孔没有上锁 也就是说任谁都能打开油槽 在里面加油添醋 只是老板娘拒绝回答像这样的问题 转身上了计程车 留下许多未解的谜团 TVF是用杨玉生 潘燕锐 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 刚才已经看到新闻了 这老板娘话讲完之后 就上了计程车走人了 所以加油站里头只剩下一些公读声 对于中油所要求 必须在午夜12点钟之前 把中油的logo标志全部给拆掉 做了吗 我们立刻连接到现场的记者 燕锐告诉我们 好 主播 那么在台北市万芳地区 传出在油品里面 参入甲犬的这个横加加油站 目前已经超过了这个 中油所要求在这个晚间24点 也就是午夜的12点 必须拆除中油火炬标志的 这个时间点了 不过呢 这加油站方面 目前只有三位这个公读声 也看不出来 有要在这个最后的期限前呢 自行拆除的这个迹象 那么后续呢 中油方面已经表示 如果呢 超过期限 横加加油站还是不拆除这个中油加盟店的这个中油标志的话呢 中油将不排除呢 借请这个公权力呢 来介入强制拆除 那么现在呢 由于老板娘呢 以及老板呢 也都不在这个加油站 因此看起来呢 由于之下加油站是这个24小时营业的 显然呢 横加加油站呢 是打算去营业 那么目前也看不出来有拆除这个标志的迹象 那么以上呢 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时间先交还棚内主播 好 所以过了午夜了 现在看到叶子还没有把中油的标志给拆下来 不过中油在这个时间点 恐怕也没有办法找到工人立刻去执行拆除 所以恐怕要等到白天之后 中油才会有激动 另外其他晚上的一些社会焦点我们来看 在屏东传出了一起凶杀案 这个妇人在小吃店里头跟人起了口角之后 被对方吃了啃杀 有个高中生出面来自首 说是因为爸爸当时被妇人给痛骂 所以当儿子的 他认为应该要帮爸爸出口气 被警方怀疑怪他杀人案的 就是穿着运动外套的17岁高中生 意思是拿着这把水果刀行凶 而砍人的动机竟然是替自己的父亲报仇 他父亲之前酒后跟这个被害人发生口角 那他父亲有回家讲这件事情 这名高中生嫌疑人的父亲 自凌晨在这间小吃部 跟被害的理性妇人起了口角 也不管三进半夜 一群人就冲到理性妇人家要出气 把理性妇人的先生吓得躲在家里 不敢出来 理性妇人被水果刀砍断锁骨 刺传腹部 胸部跟背部 松衣不治 因为天色太暗 并没有目击者 到底是不是高中生犯案 还是他只是戴罪高扬 警方还在厘清 TVBS新闻叶凤达 屏东报道 本番は椿遥香です Tyrant Empress by night We can't keep you here anymore You will take over the new project from now on People with the same skills and delivering the same performance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It is unlawful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women on account of their pregnancy in the course of recruitment during employment or returning from maternity leave What if this is a rescue? What if she came for us? A stranger has fallen from the sky But the promise of rescue What happens to pregnant women on this island? is only the beginning and the fate of this survivor will be revealed I lose either way The Sports Act presents Lost Monday night at 10.35 on Pearl 另外持续来看的是巴拿马的货轮 在前天呢 是在鼻头角的外海沉没 海巡署在白天的时候 是海空大搜寻 找到两具浮尸 但因为浮肿的情况之下 无法来辨识 到底是不是落海的船员 也没有发现任何货轮的残骸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27位的船员 还是下落不明 海巡罕国军一共派出了 13艘舰艇跟10架直升机 共上百人进行海空搜索 全穿意外后 第47个小时 在龙洞附近海域 发现了两具浮尸 身体上面都没有穿衣服 那因为也浸泡了 然后是这个皮肤都白了 目前确认是不是 就是那一艘货轮的鱼艇 但是尸体难以辨认 体型像是台人 可能是日前落海的吊客 而不是马丽娜号上的 船员日起沉船意外 搜索进度无法推展 还原相关位置 马丽娜号在距离 比头角外海30海里出沉船 受到11级东北季风的吹力 让哈里飘到 基隆与外海0.8海里 被发现救起 事隔一天 又在巴斗紫鱼港附近 找到没有任何标记的救生艇 不过这两天吹东北风 海面上漂流的东西 照道理来说都会往南漂 因此相继捞起 两具泄气的救生艇 极有可能是来自马丽娜号 而失踪的27名船员 也可能在靠近基隆的海域 因为浪打到了 它的第二个舱盖 把那个第二个舱盖 已经打掉了 那海水整个灌到 它的舱里面 所以在短时间以内 这一艘船就整个沉没了 15公尺的巨浪 让这16000吨的 马丽娜号灌水搬船 5分钟内消失海面 即使过了两天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残骸 海空搜救 希望能够除了哈里 还能找到海面上 其他27名印尼籍船员的踪影 TB也新闻 综合报道 到底沉船当时的状况如何呢 因为这艘货轮 它的重量是达到了 16000多吨 而且还载着25000吨的铁砂 怎么会短短5分钟之内 说不见就不见呢 目前只能够靠 唯一幸存的船员 哈里的口 去拼凑真相 27号米塔台风 激起的巨浪 让再满铁砂的 马丽娜号 船成大海 下午2点45分左右 马丽娜号行经 鼻头脚外海 三十台里 润刮起11级强风 突然一个大浪打来 足足有15公尺高 马丽娜号的船舱盖 瞬间就被打掉 海水一下子全灌进了货轮里 船舱船底全都进水 整艘货轮逐渐倾斜 船上戴着铁砂 也跟着斜了一边 船上28名船员 纷纷跑上甲板 往海里跳 因为所有的人都感觉 整艘货轮往下沉 救生艇一丢 有人跳上去了 有人落海了 挣扎着要往救生艇游 但是浪又来 船和救生艇瞬间都消失海面 这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5分钟 5分钟迅速沉船 是因为铁砂船本身载运过重吗 根据出船的记录 马丽娜号并没有超载 但是载运铁砂船 的确是有它的风险 在铁砂又遇上台风 16000吨的马丽娜号 就这样沉默太平洋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隔行真的是如隔山 艺人于天准备要选立委 所以先得学会一下 怎么做选民服务 所以他特别去会看了一个 停车场的工程 我们的记者观察到 于天他并没有一般明代的炮火 反倒是像个学生一样 在旁边默默的聆听 巧的是 跟他同一个选区的对手 国民党的立委朱俊晓 也随后感到 让这个现场有些尴尬 台北选上立委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于天 先来感受什么叫做选民服务 会看停车场新建工程 于天像个实习生一样 默默地站在旁边 仔细聆听 过了五分钟 于天还是没有讲话 谁知道这是他的对手 国民党立委朱俊晓也出现了 你知道这边的需要有多少吗 你知道这边多少人住了 我住在这里而已啊 朱俊晓一副将是老得辣 让现场气氛突然尴尬 似乎觉得风头被抢走了 于天干脆就身另闭战场 那就是三人不 对啊 停车 这一段最输入是停车位 对对对 第一次实习会选民服务 于天有这样的感觉 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 之前我也没来回看过 我跑这个三个月 我已经很了解 三重市民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你自己本身 你要自己去去问他们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毕竟隔行如隔山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不过艺人的知名度 互动时也有特别的人气跟词 他说音乐是没有颜色的 如果马英九喜欢他的歌的话 也欢迎拿去用 一句台语一句国语 这首歌的机架主人意外 成了绿营总统竞选主题曲 我是没有颜色的 谁其实马英九用 也没关系 这就是台湾人亲爱的 不是说为了总统选举 不是嘛 所以任何一届都可以用嘛 郑敬一说 写这首歌的时候 自己感动得流下泪来 会有超脱蓝绿的想法 因为灵感是来自一年前的政治运动 那个红三军 那时候 那然后我就去发现 连个歌都没有 各的颜色在那边 那我就想说 如果那时候有一首歌是 一唱大家都觉得 我们是共同体 没想过和政治沾上边 郑敬一说 就连前一天帮老大哥余天站台 他压根不知道 绿营天王谢长婷也会到场 他就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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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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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我 我就没了 坚持音乐人自由的空间 政经一汉 政治保持适当距离 只希望这首歌 在选举激情过后 一样继续 TBS新闻 柳中平 陈欣宜潘瑞 台北报导 夜晚的台北街头 越来越美丽了 现在您出现 椰蛋树已经是 豪宅 又多了一棵 水所打造的椰蛋树 这是艺人 杨采林特别从香港 飞回来台湾 点亮的这棵 赤字千万元的 而以前 中心百货的夜淡树 也是经常 媒体报导的焦点 因为设计上很有创意 不过 现在传出了 中心的消息之后 格外令人感慨 像是之前 就有消费者 拿着中心百货的礼券 上门 但店家不收 所以要问的是 这样的礼券 会不会变成废纸呢 我们看到的是 中心百货的总经理 亲自出面来喊话 让消费者 可以把礼券 换成现金 等账号拿礼券 兑换现金 就在地下二楼停车场 临时成立 结议柜台 这位小姐把亲朋好友礼券 统统拿来兑现 一整叠钞票 当场数 很壮观 我本来是想要来买东西 把它买掉了 但是现在 现在我想说 换现金比较直接了 礼券换现金出现排队人潮 还有一堆 抢便宜心态的消费者 也敢在这个时候 大采购 造型别致的茶壶 拿来喝下午茶更有气氛 拿着购物带商品的是小姐 亲里登具的是太太 太太小姐 系列组合的瓷器 法国进口 卖到快要缺货 六七十平大的空间 突然涌进不少贵妇 三年前 自营代理的名牌服饰转让 品牌形象大伤 索性进口瓷器 还在蒸汽 连营业额都能破亿 商品没有特色 我们只能靠促销 其他的广告 来塑造我们的流行的风格 话说的感伤 这是中心百货求生存的 唯一手段 日本进口的碗里合组 达到的选择 十二月中旬 还有一波资浅计划 还能苦撑多久 没有人知道答案 来到中油加油站 入口处都有一个大招牌 第一个协标 就是分辨直营或加盟 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是直营站 就会写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至于加盟站 只写台湾中油 关键就在于 有没有股份有限公司 这六个字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从发票上的标志 和字样辨识 直营站的发票 会有一个火炬商标 加盟站的就没有 这里有mark 或者这个中油公司 这个叫中油公司 这个地方从这个分辨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直营 直营站 中油公司 如果民营的话 它不会是中油公司 除了中油 市场上还有民营的台速 也有直营和加盟之分 只是消费者 从外观很难分辨 台速直营加油站 只有台亚 其他像是T-UP台湾加油 全国加油站 以及福茂 都是跟台速买油 属于加盟系统 现在中油加盟站 传出卖甲油 让许多人觉得不安心 纷纷改到直营站加油 油比较纯啦 我做我都是直营店家的 因为我不敢不敢 听什么 因为我听了很多 我们车子没感觉 在机车 很高很不敢 只是连中油的油都出了问题 民众对直营站的油品 多少还是有些顾忌 就怕加到甲醇油 伤了车子就亏大了 东人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就算是加盟店出了问题 中油也不能够置身事外 因为大家就是冲着 中油的品牌来加油的 在事件未明之前 看到这个新闻 你可能会更生气 现在油价涨个不停 民众想问凭什么 民众还想问的是凭什么 中油频频出事 但是年终奖金这么好 我们看到今年呢 中油的年终奖金 仍然有2.6个月 不过其实去年一整年 中油是亏损的 并没有赚钱 但是奖金一毛也没少 民众想再问一句 凭什么 林声音响考场内竞争激烈 全都是冲着入取率 仅有3%的公家铁饭碗 油价持续飙高 就算年底之前不涨价 但是民众还是很不满 尤其国营会还通过 今年中油 还有台电的年终绩效奖金 中油最高可以领2.6个月 台电则是3个月 庞大的金额全部都是由全民买单 受了民众的荷包 却肥了国营事业的员工 最夸张的是去年中油和台电 各自亏损了187亿元 还有28亿元 竟然还可以领到这一笔 高额的绩效奖金 如果他说他亏钱的话 我想这是各说各话 实际上因为我们也不了解 我们也不懂 但是如果他亏钱的话 他一直涨 那钱到哪去了呢 钱到哪里去了 真的是一头雾水 而且仔细算下来 除了年终奖金优渥 就连绩效奖金也很高 中油台电最高两个月 福利好到让人觉得不公平 不合理 有我们的钱 我们辛苦的 纳税人的钱 然后拿出来那个 当然是谁在那奖油都不合理 为什么年年喊亏钱 还可以领这么多配啊 为什么 从我们身上炸出来的 再生气再无奈也改变不了事实 只是在油价高涨的此刻 中油加盟店还爆发出 卖假油的事件 出包连年的国营事业 小老百姓都很想问 为什么还能领这么多年终奖金 东正新闻黄宇杰张一志 台北报导 出事的这个横加加油站 它总共有两家加盟店 那么主要在今天爆发假油事件 是台北的景美这一家 另外一家在南台湾的屏东离港 这一家呢 两年前也出过市 当时业者发现汽油有问题 向明代申诉 业者认为是中油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中油的问题的话 为什么问题老是浮现在 横加这家加盟店 别家为什么没有问题呢 今天这位横加加油店的老板 接受了东森新闻的独家专访 挂着中油 大大的圆形招牌 开在屏东离港的土部加油站 其实跟横加加油站是同一个老板 两年前的5月9号被民众发现 汽油有问题 站长恨不服气 客人一加起来的油 里面都是黑妈妈的油 结果中油 大只连你都不理我们 你知道我们很不高兴了 好他们才派人来 加油站立刻拍照存证 因为加油枪流出了汽油 颜色诡异是黑褐色的 尽管第一时间向中油反应 也请立委申诉 还是没有结果 这几年来呢 他就不断的要求中油要赔偿 结果中油就处分了几个员工 并没有去做任何的赔偿 当初被称为五九事件 如今复光 这家业者开了两个加油站 屏东的遇上黑油 台北的又闹出甲醇事件 如果认为中油频管有问题 为何还要继续跟他合作 也许因为跟中油前后19年 我已经被障碍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现在我先选择 让我自己先平静 沉默一整天发出简单声明稿 家务站认为送油不流样 重用怎能将油品不服的责任 单独由民营站来承担 自己完全免责 就算双方合约还存在着十月 从十月一号到二十一号 三次就没有带采样厅还有封签 导致无法采样 谢游口就在家务站的正前方 二十四小时随时有人经过 请各位依照常理来判断 只不过刚好出事的两间加油站 都是同一个老板 中油面对两年前的错误 也没有寄取教训 加油风险继续让消费者来承担 东方新闻综合报导 继续更进一步的 我们来看这个如果要动手脚的话 怎么动呢 那么全台湾的中油加油站 大约两千间 其中单点加盟店占了十分之一 对于横家的出事 其他的加盟业者认为不可思议 第一点他们认为就是卖甲油砸自己的招牌 那么第二点更不可思议的是 如果从技术上来看 要把甲醇灌到油槽里面 说得简单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动作 万一冲出了油气 有气爆的可能 也就是说 要赚这个黑心钱 得先冒着生命危险 这准排直通地下的管线救食泄油桶 也是把汽油注入油槽的唯一入口 别以为它看起来像消防栓很安全 一打开危险就跟着来 里面是镇压 它又有油气往外冲 这有没有听到风筝 有强烈危险性的油气冲了出来 不小心就会引爆 业者说如果黑心加油站 要加入甲醇 也只能从这个地方 不过想安全开启这个泄油孔 只有两个机会 油罐车送来新的汽油 装上管子从泄油孔注入 不过整个过程都有电脑把关 加油站油量侦测器 与油罐车送货单一对照 万一里头物质成分密度不对 马上就会露出马脚 这个数值大概都物质不会太大 可以的话就会帮他们签收 给实际弹一些 油槽出来之后 他们会用签锋公布 所以我们在搜油时 也要去检查这个签锋会不会动 左边的是加油站侦测数据